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经常说我下了台 我下了台 我改姓夏 叫我下台 那不是临下台吗? 不是 不会这样的 我改姓夏 下台 哈哈哈哈 如果姓夏就叫下台了 是呀 很轮盡的 所以是上的 上都有人姓 很好笑 那可以叫上台 上台 不过姓夏可能官阶高一点的 那也叫下司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比较热门的 其实是在讲全球暖化 跟着我们讲到人工岛怎么算好 那全球暖化就马上想到 我们马上想到巴黎协定 也想到几个香港人经常听过的条例 那第一个条例就是 全球暖化 温室效应 接着海平面上升 甚至是南北的冰国溶解 这四个条例就组织了我们香港人很多时就在脑里面深深印住 什么是全球暖化 其实全球暖化是一个国际协定 叫巴黎协定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或者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呢? 巴黎协议或者协定就五年前 就是大家讲定了一个文本的 那接着各个国家去说我支持不支持 就是国内通过 那它超过某个数据就变成了一个国际的协定 就是鬼佬叫treaty 差不多一个公约 现在就直接通过了 是刚刚特朗普说他美国退出 但其实大部份人在里面了 那已经过了五年 那当时他重要的内容就是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如果我们想避免人类覆灭 他没有说到这么严肃 不过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是灭绝的 那应该去到 就是要控制着温度 不要上升超过两度 不过什么叫超过呢? 就是超过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温度 那是基数来的 即是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 那个传统温度就有一个基准? 是的 那就是两度 不过其实呢 当时他们考虑了另外一些讯息 就知道是什么 原来呢 两度都牙烟的 那就是因为联合国有个组织 叫做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 那就是说呢 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 1.5度和2度的分别 那发觉呢 1.5度就容易一些做到 然后呢 他能够将那些损害呢 大幅减少 就是做抵造 嗯 还有为了人类安全 应该做1.5度 嗯 所以呢 就当时呢 本来初初人进去开会 就打算控制了两度 嗯 最后加了一句或者叫半句 嗯 就说我们呢 这个目标就是两度 不过我们要争取做1.5度 即是1.5度都收货了 是的 1.5度是难一些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改变自己多些 OK 那就是 跟着就是说 哎 要做到1.5度这个升幅以下呢 原来需要一样东西 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科学佬可以计得到的 这些其实不难计 因为那些什么温室效应 呀 多少要看的那些 大气层知道多少 很容易计的 那些人说得很复杂 其实有数计 嗯 那我就发觉呢 要在2050年 嗯 令到那个二氧化碳不要再上升 就是所谓的什么碳中和 什么零碳排放 都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呢 去到2050年呢 人类怎么活动都好 不要再吐更多的二氧化碳上天 OK 就是减排了 是的 大力减排 嗯 嗯 所以很多国家呢 在2015到现在呢 都宣布了他们的目标呢 嗯 是2050 零碳排放 嗯 嗯 有时叫他做碳中和 有时叫客人说些声 说得很复杂 叫碳中和 嗯 那就是欧盟去年宣布了 是 所以他很大份 搞定了 中国刚刚今年宣布了 就是2060 辞了10年 是 其实这两个加乏 全世界 四成了 是啊 中国很大 是啊 四成了 那么就 其实呢 如果美国回去的话呢 就五成 几 那就是说有希望呢 因为呢 欧盟和中国不宣布之前呢 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不要动的啊 就是基本上2016年签了到现在 没有什么动 没有啊 没得够了 你知道了 讲得太严重 没得够了 大家反而放軟手脚 是 宁愿不做 反正都死定了 还有为什么我做呢 这句可能都迟一点点 就是他们面子是这么说的 不其实很多时候就变成了投降主义 嗯 就是说呢 都没得做就算了 不如现在快乐 happy了它更好 是 但是呢 因为去年的欧盟 今年的中国呢 就令到现在 突然间大家觉得是有希望 嗯 嗯 那你知道呢 接着还有德国法国这些 是的 日本 是日本这些 刚刚日本宣布了没多久 是是是 这些人捋下去呢 过半了 那过半都好像 做事都叫做合格 还有要跟队 很多地方都要 跟队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个个都不用石油 个个都不用煤 嗯 那么呢 现在出石油石出煤那班人呢 嗯 那条数据不行 嗯 索性不出 不出的时候 其他人重死固固 用石油和用煤 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贵了 一含就买不到 是 还有日本和欧盟很流行的 如果在外投资呢 他会用回他们的标准 是的 那就变成了一定会跟的了 是的 没什么的 现在陆续他们都 英国刚才宣布 他们不会投资在海外 任何是生产煤 用煤的东西 就是 用财技练死 即是 这些叫做 其实道德高地 决定他的投资 OK 即是世界变成了 不过呢 其实我觉得 那个所谓动量 那个冲警 大概是在去年年中 欧盟宣布了之后 就突然间大家有这个动力 因为再之前 大家好像很屈闷 没有东西 但是呢 来到今年这一刻呢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些希望 是啊 多了很多文献 就 连我们特区政府 都在施政报告上说 200年零碳排放 是啊 是啊 我们促进政府很多年 你在里面 我有份 但是很难的 不过呢 因为中国宣布了 2060年 它会达到碳中和 一个这么复杂的国家 其实它的艰难 真的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 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艰难 还有它的碳排是最高的 是啊 全世界最高 它这么大幅度的东西 它2060年都做到 香港其实是弹圆之地 那就是早十年了 其实 应该早一点 不过我们现实一点 个个都说2050 我们就2050了 但是其实我们香港 都要有多少大动作 不是说 我们那些人说要做 那就是做到的 实际上呢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 改变我们怎么运作 你搞工程更加知道 家里或者工地做很多机器 如果是烧原料的 就要变成用电 那中间有个转变的 加上这些车 引停也要改变 可能就轻气了 那变了其他车 可以用电 可以用轻气 不过好彩车很快就没有了 很快就坏了 所以车的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讲这些转变 就看看你买那样东西 接着它会用多久 那我们英文叫Lock in 就是锁死了 当然要用它 就是你一买进来 那件是烧煤的 但是原来它的生命是50年 就是锁住50年 但是幸好汽车呢 七年八载也很长了 七年八载也很长了 很长 虽然我们以前那些车 用到20年也不可能 但是现在我在街上看了 那些车可能是三四年 所以车的问题不大 其实欧盟在引停排放 由欧盟1到现在欧盟5 甚至欧盟6 割夺很短时间 每一期左右 而且它们已经很肯定 就是其实它进去的范围 很多国家都宣布了 去20三几 有些狂 我都叫做疯狂 去到2030 都已经不进口 烧燃油的汽车了 是 那你其实烧电 那些电 不是也是烧煤发电的吗 不过欧洲不是 原来欧洲去年 和今年前半年 用风能太阳能发的电 多个消化石原料的发电 去到总发电是两成 是的 接着还有些是电 但是我们 很多人 各位听众记住 这些人告诉你 这些东西很难 其实已经发生了 别人做到了 他已经 可再生了 已经骑过了煤 骑过了天 在欧洲很大幅度 是的 你根本过不了环保 是的 所以 我希望给大家的信息 我们香港就比较归暴 但是其实人家 是利用了这个时刻 在这个转变的时刻里 一旦它推着 它自己跟上去做了事情 你不跟上去 你就将来吃虧 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地方 就很难做pioneer 所以说开拓者 但是我们要做个quick follower 紧随者 如果不是将来 你那些所有东西都比较贵 你要的东西 买不到给他 我们再做但是林郑 niche 那林郑也很紧随了 林郑均和是的 今天发立了N0304分 스� הרiby 他的一程 人说了 我在2050年前 就是做炭中和 是 但是其实这段此话 然后黄錦释局长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没有解答 space 没有大方的解答 如何可以做炭中和 其实有 unbelievable 即是他們說了一個荒母 說到一個法 即是方向看著那裏 那些藥點煮 太陽在那裏 其實是很容易的 不過有些人就說我是那些環保什麽 其實我們要減排 要減這麽多 如果大家是能夠撤省能源 卻不相省一半 所以我現在正在給路線圖 大家看著 卻省了一半 接著裏面有六七成就是電 電呢 我們現在就 有些是核電 現在有些是燒天然氣的 有些是燒煤的 新有一個在廣州做著一個 是晚上泵一些水上去 那個是超級的 如果我們那些電是這麽多 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 由全部燒煤變成全部燒天然氣 它又下了那些 好了 接著天然氣 接著那一步就是 如果天然氣換了一些叫做綠色氫氣 那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剩下這些那些 綠色氫氣或者 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輸入一些 可再生的流源發電 不過這個有一個難題 就是其實在特區政府 其實曾經幾年前 就要面對一個抉擇 究竟跟電力公司做過利用管制協議的時候 重新談判的時候 究竟將不將這個減牌放進去 當然他們有答應我會轉天然氣發電 那就減了一些 但是其實他們這樣做 某個程度上是保護自己的利用管制協議 就是保護著兩隻大象 其實也有些 我看一些文獻 其實當時有動作的 當時其實可能是長江 可能是香港電燈 他曾經嘗試 就是我們寧願放棄發電了 不如在大陸賣電下來 香港就會變成不需要發電 那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這樣 如果我們在內地 找到一個地方 太陽能發電 或者風力發電 然後用專用 氫氣發電 氫氣發電 因為那些氫氣都會用太陽能和風能做出來 所以先有大地方 有風、有太陽 在那裡發電之後 有一條專用線過來 就可以了 但就沒有一個安全性、穩定性的問題 現在這個核電廠的電 就是一條專線過來 是 所以就把電網拉過來 電網 專用電網 因為香港人很害怕其他電網 但是 要不用別人的電網 就要用自己的電網 那它成本比較貴 這個我們很多時候都要接受 面對它的現實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用餐 各位聽眾 那就有些代價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如果能夠 將現在用煤 用天然氣發的電 一大部分 或者一半 在內地 是用可再生能源發的電 輸送過來 不過一定要在香港投資發的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我們 跟它就這樣買一些可再生能源的電 結果開多幾間煤炭發電廠 那就不行了 所以要講清楚 就是我們自己投資 找一個地方 有風有太陽的 發了一些電 直線輸過香港 因為如果你不在中國發的話 你看到到處去哪裡拿呢 我就看不到 沒有了 除非我們建了融工島在南面 海浪發電都可能可以 海浪發電呢 說的 直到今時今日 真是大規模發的 是未見到的 成本很高 所以浪基本上 我們不用想它 就太陽能 風能 和綠氫 綠色氫氣 綠色氫氣呢 綠色氫氣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說 要用天然氣發電 那就要想想 有沒有其他氣體 原來歐盟 現在在今年宣佈它落重注 五千億歐元 五千 五萬億 五萬億港元 總之呢 就歐盟在今年年中 宣佈了一個所謂氫氣 路線圖 這個又緊接著它去年那個碳中和計劃 基本上呢 歐盟 就是以綠色氫氣 作為它這個減碳的 失手間 支柱 那什麼叫綠色氫氣呢 綠色氫氣其實呢 只不過就是風能 太陽能 甚至可能拿去第二項 拿它做電 有些電呢 找兩個電極插入水裡 就做氫氣和氫氣出來 我們小孩子讀過的 不同就是 它就不會產生氫化碳 是啊 因為它只是用太陽能 和風能 中間不燒煤 不燒石油 不燒天然氣 所以這些呢 發生出來的氫氣 就叫做綠色氫氣 那這些氫氣做了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運到遠方 其實這個氫氣呢 是一個能量的載體 它只不過是 人家生產了那些能量呢 它當地是用不著 又想給你 但是那些電就全都給你 不如換了那塊氫氣 裝著那些能量 運過來 它是一個載體 那邊有這些東西呢 除了我們中國的那些 周圍都是大沙漠的地方 因為那些有電 那些有太陽 有風 不過很遠 如果在那裡輸電 那條電纜軌 在那些地方做氫氣 運過來 不過 如果你不喜歡中國的 你就去澳洲 西班牙 那樣 澳洲呢 為什麼我提澳洲呢 因為澳洲 都叫做近我們 7000公里 在那裡 澳洲其實 在這個轉變時期 它看到很大的危機 就是 澳洲其實那些人 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小事 可以這麼舒服呢 因為它出口很多煤 礦 但是它們都看到 那些煤隨時沒有人買的 澳洲就恢復回到以前 一窮二把 所以澳洲呢 已經又去年年尾 出了一個氫氣策略 國界氫氣策略 就是呢 要盡快發展這個 綠色氫氣 綠色氫氣 而且呢 已經和日本和韓國 已經掛勾了 因為它看著這兩個 就是它的最大事 起碼先吃了氫氣 我做些氫氣出來 有人買 是啊 所以呢 澳洲人呢 已經和日本和韓國 都建立了一些 政府間的關係 以及商界的關係 嗯 其實說一下 你可能覺得很好笑 澳洲出那個 國家氫氣策略 那時候它的網站呢 除了英文之外 還有日文版和韓文版 即是讓日本人和韓國人 是完全理解和接受的 是啊 哈哈 那麼呢 我們自己去找澳洲人 隨時他不理會 不過如果你早點去找他呢 有份幫他建立那個 所謂商業上的運作來 符合成本 你會扔點錢 那促進他建立一個可靠的供應鏈 那你有些貢獻 你遲些就可能買到 OK 即是呢 因為這個世界就沒有說 只是你全都著手 嗯 你有份投資 你就有份遲些拿氫氣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有時很緊張 很想急迫說 有被某些人說我太過心急 就是呢 今天讓你隨便說 哈哈哈哈 就說我太過心急 就說呢 不用這麼急啊 整三十年 但問題就是呢 三十年很多 但現在這個世界呢 就是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身興市民 嗯 其實這個世界正在做的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將它的規模擴大化 嗯 它叫upscaling 這個upscaling 又不是完全 不用新一些的技術 所以是要有些投資的 跟著呢 其實有些很複雜的就是 我做出來之後 我怎麼知道這邊有人要啊 嗯 或者說我這邊做完 我的工具可以收你那些氫氣 我怎麼知道你有得供應啊 嗯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呢 在三十年之內 我們要見 談判期 這三十年之內 要突然間有一樣 以前用得很少 變得很多 而且大家都靠了它 要公同需 又要平 如果能夠平衡起來 就是最便宜的 嗯 所以這些當然是國家 要國家之間的東西 嗯 而且一定要政府領頭的 嗯 靠市場啊 難一點 不過都明明不行 難一點 很難 因為這次呢 去到尾怎樣呢 其實 雖然我講到這麼口響而已 其實這個世界 將來能不能夠生產 這麼多所謂綠色的供應 給所有人呢 這是文口來的 這是大文口來的 是的 我看幾個文章呢 他用the bad去形容的 就是賭博來的 就是不是一定成功 不是它一定成功 不過呢 它供應到全給你所有的人 OK 這樣呢 這樣就怎樣呢 但是不要緊 如果你能夠將你的需求 降低了這麼多 或者這麼多的話呢 小一點我都可以過得了 OK 所以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路線圖 一定要將那個需求降低了一點 嗯 跟著那些電那裡呢 我們有方法啦 嗯 跟著車 車 你是技術人士 你肯定一點 你如果轉為電的車 就可以用一些 沒有碳排放的電 然後現在另外一些叫做 氫氣燃料電池車 日本仔最厲害的 大陸都說有 大陸都說自己有 大陸還在走 不過呢 最超前的就是日本 嗯 那麼就 但是遲些 其實 韓國都有的 是 韓國都有一個國家策略的 嗯 大家都是想著這個 而且不過是這樣 氫氣燃料電池車呢 主要是重型車 嗯 因為呢 入氫氣快 入完之後 這輛車可以走很遠 私家車呢 不用那麼緊張 充電而已 嗯 車可以說一說 其實都有一個 不是同樣告白的 大陸呢 在中部 在湖南呢 多了鋁合金的車 就是整個排卡 整個車 是用鋁合金做的 嗯 然後呢 它中間災的貨量呢 是多了三成 因為它呢 用鋼鐵來做呢 比用鋁合金 鋁合金更硬些 那就是說呢 它裏面的體積呢 災的體積大了 哦 其實呢 每個人都知道的了 嗯 就是下個三十年呢 就是這個鋁器的一個爆發性的發展 綠色鋁器 綠色鋁器爆發性發展 很多人以為哇 哇 新科技很危險啊 其實現在很多的重工業呢 已經在用鋁器了 嗯 所以呢 鋁器的產生啊 儲存啊 運輸啊 接著呢 再去到哪裏 加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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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成本 這些東西存在的 嗯 只不過是將它規模擴大化 嗯 還有呢 進入更平常的人家 嗯 那這個 這些現在我們要做的 這個下油一些的 嗯 當然啦 又要促進有人生產啦 嗯 除了澳洲之外 還有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很害怕的哦 本身是油的嘛 是啊 如果人家不買油 他就站在那裡 嗯 所以沙地阿拉伯今年連中都宣佈了 嗯 他又和美國的資本合作 嗯 他在這五年之內 做過全世界最大的綠色氫氣廠 嗯 就是他有的地方是陽光 哈哈 地和陽光 只要他在弧形鏡 射住了一個塔 是啊 加熱就可以產生氫氣了 就是說 你以前呢 就用船去那裏運石油 現在用船去那裏運 綠色氫氣 不是液態的 是液態的 這樣啦 我就完全看到那條路了 OK 香港人也是啊 在觀眾朋友呢 我們用什麼概念看他最有興趣 講綠色氫氣 那氫氣呢 本來有灰色啦 有藍色 灰色藍色都是燃油 燃油啊 要燃燒 而產生就會產生二氫化碳 綠色氫氣是不用的 用熱力 用陽光 用風能 好了 那這一個是什麼概念呢 用香港人的語言呢 我們首先聽過以前炒光復股 是 是 即是說太陽能的發電板的股票 炒到焦了之後呢 接著我們呢 就國家電網 變成這個私人電網 即是私有法 也是電網 也是炒了一輪 接下來呢 大家要知道了 接下來這一年多之後 一定出現 全世界出現 炒綠色氫氣的概念股 炒的過程之中 大家要小心 中國的生產力實在太高了 哈哈哈哈 他很喜歡 量產到別人不需要那麼多 光復板呢 光復板呢 其實現在這個太陽能發電 由以前這個價錢 現在十分之一 最要感謝我們中國 不過當然 歐洲那些做光復板那些 就多得他不少 很多就知道 搞得彎了 打低了 但是其實這個光復板故事 就告訴我們 這個綠色氫氣 都可以按下 都可以跌下來的 其實現在已經有文章 在說他們那些電解器 已經跌了 當然 不過我們要求它跌 就差不多跌十分九 這樣 這樣可以的 是做得到的 就 起碼現在中國大陸 或者一些第三世界 一些比較工廠的國家 都還未開始做這個氫氣的電解器 是啊 那麼我們中國其實在這方面 對世界很大貢獻 就是呢 將這個光復板 變成是 入到尋常百姓家 是 現在香港很多 丁屋上面很多 是啊 而且真的能夠供應 量是大的 我再說回歐洲 太陽能和風能可以產生的電 已經多於燒煤燒石油 是啊 你說是不是很大轉變呢 那中間有人問 那核電怎樣 我說核電那間廠 就由它繼續走 走到它不能走就算了 但是長期投資來講 核電就太貴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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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其實呢 網上有很多這些東西 最奇怪的是 現在很有興趣比較的是 投資銀行 不是科學家 經濟學家 投資銀行已經出了很多報告了 核電的價錢就是這樣 嘩 風能發電以前 那現在在它下面 所以如果我們 不要說是否喜歡核能 只是說成本 將來你的眼睛應該是看著 風能和太陽能 還有這個綠色氫氣 綠色氫氣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行政機構 就覺得很難的 沒有可能的 那些綠色氫氣 因為它第一件事 看到是利用管制協議 其實管制協議 是人搞出來的東西 就是用人的方法去解決 那天我是科學家 除非那兩個人真的很idol 是啊 互相沒有一個牽引 不過可能它們有些牽引 其實我們 因為現在純粹從這個成本計 去到30年後都沒有理由核電 都不是說我怕不怕核電 而是純粹從成本計 我們看了30年 在內地 我以前的同行說 他們每年做的財政預算 差不多第一段要說30年後是怎樣的 香港也是 不過他們不想 香港做財政預算是看前五年 我界內 歷史上是這樣的 有個五年的推算 但是我們現在對著這個問題很不幸 是需要看30年 在我們整個政府裏面 這個不關他們的厲害不厲害的事 我們從小到大都沒有一個看前30年的鍛鍊 不過工程界有的 我們工程界設計的一些基本 就是eva structure 就是一些基本建設 是120年的 我知道你們有說120年 不過我聽說有些大工程 大一些的工程會說200年一遇的東西 現在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 跟著是冰蓋溶解 跟著是水會上升 跟著我們不如說說人工島怎麼辦 現有土地清衣島 剛好就是香港的中心 你為什麼不用那個現有的陸地上的位置呢 而且不用怕陸沉 你整個人工島 我經常說一句 人家的島國就怕亡國 阿羅阿圖 其實不像 米台夫 很多一群 為什麼我們會 無故故意去建一個 等著將來會染沒的人工島 在這裡 勵鬆